我唱了人不的吧 Ramous as a Promo Promos BJ, what are you doing? I know it's a little bit of pressure 赵松弄说 如果你现金call,这边也应该call 对 I think 30 big brine, it's a No need to tell me the math I am considering 3-battle Very good a game No need it I know the math in that spot 不想弄 不想弄 你有另一种理由? 你会弄弄弄弄 你认为我太硬了? 不,我不 很有趣的事情 把你的手摆起来 我从来没有看到你之前 不,但那时候也很好 在这个时候 我当然不想弄弄出这一本 无所谓 虽然这三本也可以弄出 那这边 Andre Rubul 枪口为加一 拿到了KK 跟注42000几分牌 扬树弄的90 也是一手非常强大的牌 非常适合游戏翻后 那这边Bionni 圈八童花 Cut off way跟住 然后Pogoski 十八杂花的牌 过牌了 所以这边我们有四位玩家 进入翻牌后 然后呢翻牌是K圈 Go三张方片 我们看到张树敦的酒 是在这里拿到了天顺 那这边Pogoski呢 他是有买花跟顺的机会 那这短牌真的 这种翻牌发出来 跟大家都有关系 我们看见这里Andrew Rubel 他是有两队 选择了下注一万五 那张苏敦在这里并没有加注 他只有选择是跟注一万五 这时候跟注 把他的牌力隐藏得非常好 而且在没有方片保护的情况下 他的确是可以在flop控持 他直接是选择了All-in 那这边我们知道张苏敦是不可能棋牌的 他目前是输很少 而且目前还是领先的状态 I'll do stupid again on TV 在这里输一些A10 输一些天花 但是我觉得天花是不会这样打的 因为在转牌里天花是非常难以超越的一个牌 是然后对方就应该会走个平跟 对那么他应该可以知道他这里能输的 战士输的手牌是只有A10 他思考的问题是 如果面对的对手真的是A10 那么他的这手90在这里是几乎没有out 他说可能会遭到非常差的情况 比如说对手是A10的情况 那中了天圣之后还是得勇敢跟住 目前可以看到 两个玩家的权益都非常高 有26的概率 直接交到了皇家童花顺 这皇家童花顺一般是非常难见到的 那在这里我们看见Pegosky用了皇家童花顺 把我们来自上海的藏素奴淘汰出去了 可以看到这手牌Pegosky还是打得非常的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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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Action是到了直播的这边是红桌 那我们看见这个桌上有那个卫项还有这边Ivan Liu跟Bonnomo 在枪口位这里Bonnomo跟住了12000 Ivan Liu选择有19的牌也跟住 那我们看见这边Makita Pegosky也是Fish2013 在这边拿到了KGOLD童花的牌 Makita Pegosky的招牌 不一会被主导他的Bonnomo进行一个跟住 那这边我们看见温相 他拿到了勾石童话的牌 我们也知道勾石在这短牌里是非常强的牌 所以温相所以在这里会考虑扣的话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副牌在翻牌后发挥能力是很强的 他现在担忧的点是他现在的筹码是被cover的 他选择上他选择跟住非常激进的跟住 那这样子问题回到波罗蒙 他这里的AK面对两家的all in 他还是选择义无反顾的去gameball 那这样子给了耶门六十非常大的持住比 他的指手九十也是一个打多人底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牌 那他在这边也看得见如果他赢BONOMO的话 他还有边持可以拿 那他如果赢下BONOMO跟BEDKAKALSKI的话 那他的筹码量应该没有很大的变化 即使是输给了同样来自新加坡的一位相 他也是 他也是觉得扣 哇哦这里好多的action 我们看见四位玩家打了个all in 由于FH203的一次挤压 撞到了对手三位玩家的all in范围 那当然我们有这么疯狂的action也是因为现在还可以再次买路 对 各个玩家都会寻求一个追求大筹码的机会 在短牌里面就是需要去挑战自己去寻求一些波动 好 这里看这些发出来是K87 每一位玩家都有关联 那这我们也看到现在最高胜率的反而是 BEN